貌似记录二,深井一,不间断的噩梦。我大汗淋漓地从床上坐起来,用力地搓着自己的脸,这个该死的噩梦已经连续第三天了。我身边赤裸着身体的小梅不耐烦地翻动了一下,并没有醒过来。我拍了拍她的巨大的屁股,小梅还是咕弄了一声,并没有搭理我,继续睡过去。我也懒得叫醒她,如同前两天那样跟她描述一下,对于她来说,她只是一个肤浅的女人,听了也就只是听了。 她最多当我是在放屁而已。我点起一根烟,靠在床上,再也睡不着了。这个梦从前天晚上开始的,我梦见我在一片黑暗之后,想摸索到一个方向,但是不管怎么走,都会被一种东西缠住。而且越缠越紧,当觉得绝望的时候,又会退回来,重新开始摸索,于是不断地被缠住,不断地退回来摸索。这种梦,简直让人窒息。 昨天的梦还是差不多,不过,我开始能够躲避这种东西的纠缠,并觉得自己一会变得巨大,一会变得细小。 那些黑暗中的东西,对我也是施加了更大的压力,在睡梦中,都觉得自己已经濒临死亡了,然后就醒过来。 今天的噩梦还是老样子,不断地纠缠着,痛苦着,但是居然能够从这些东西的缝隙中,尝试着钻过去,以至于最后终于看见了,前方有星星点点的光点,有一个光点很明亮,是最明亮的一个,然后我就努力地向这个光点接近着。 但是我又被黑暗中的东西缠住了,如此的紧,马上就让我死去我就在这个时候清醒了。 我承认我是一个经常做噩梦的人,但是所有的噩梦都是和我日常的生活有关的,不是被人追杀,就是追杀别人,鲜血横流。 但是这三天连续的这个噩梦似乎是有连贯性的,而且处在一种绝望的黑暗中,单调乏味,恐怖到令人窒息,真实到如同亲身体验。 这是不是我最近闹的案子,给了我太大的压力?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做这样的梦,我除了和这个小梅说两句以外,也不会和任何人说。 而小梅是个只有漂亮脸蛋和傲人身材的母猪一样,蠢的女人,除了在床上能够发挥威力,其他时候我说什么,她都搞不懂。 我使劲地抽了几根烟,让自己平静了一些,从床上下来,到洗手间去洗了个澡。 从镜子里,我看到我脸色很糟糕,本来能够睡着,就非常不容易,结果还做这样的噩梦,我真是不知道自己怎么了。 我穿上睡衣,一个人坐在诺大的客厅的沙发里面,把电视打开,凌晨的电视都是无聊到了极点的电视剧。 我只好又点起烟,让电视放出声音,自己想自己的事情。 霓虹酒吧的后台,没有想到还这么硬,不仅敢和我们大打出手。 而且,市局的理局长居然也警告我不让我去惹霓虹酒吧的老板。 不过前两天,我还是忍不住那口气,派了两个外地调过来的,想出成绩的小子, 跑到酒吧经理的家里,把他的双个手剁了,然后让他们两个跑路了,结果不知道怎么回事。 理局长开始认为,一定是我干的,给了我很多警告,好像他们已经调查清楚了一样。 我还不相信了,霓虹酒吧的老板,真的有这么大的能量。 能够推翻,我在南海市辛辛苦苦15年打出来的天下。 理局长这个烂货,也真,TMD不是人。 当年还在城大陆当小派出所所长的,是谁,让他破了这么案子, 一步一步往上爬的。 吃我的好处,我从来没有说个不,都是要多少给多少。 这几年没有一千万,几百万也是有了。 现在还跑来威胁我,让我最近不要这么嚣张。 早知道这理浪货有今天,当年在城大陆的时候就该废了它。 还有那个理浪货的头头田书记,我给他帮了多少, 生儿子可能都没有屁眼的坏事, 他才能拔掉对头坐在这个市委第一书记的宝座上。 这个王八蛋,居然叫我拿出一百万搞定迷洪酒吧的案子, 要不我的问题就严重了。 操,我想到这里,把手中的烟重重地甩向电视机, 烟头砸在电视机屏幕上,发出了一阵清烟。 他奶奶的,以前我弄死个人, 这两个孙子都没有像今天这样。 难道他们是想利用这次机会和我翻脸不成? 我想到这里,大吼着,黑狗! 旁边的一扇门很快地打开了, 黑狗仍然穿得整整齐齐地跑了出来, 这个家伙,是我五年前当了三柴帮的时候, 给他留了一条命。 没想到这个小子死心塌地地跟了我, 这五年,已经成了我最信任的人, 寸步不离我的身边, 而且黑狗伸手好, 结实得像个石头, 一个人能跟十几人对打, 还不落下风。 最关键的是, 这个家伙没有什么心眼, 认死里, 我是他老大, 他从骨头里面都认为我就是他老大。 不像以前刚起家的时候, 跟着我的那个红狼, 最后就是他背叛了我, 差点让我被做掉。 我看着黑狗, 还是关心地问了一句, 你怎么都没有睡觉的? 黑狗傻乎乎地笑着, 诚哥你最近睡不踏实, 我还是多陪着你一点, 有点事情好照应。 我点了点头, 尽管我已经变得很残忍了, 但是好赖话和真心话, 还是听得出来的。 你去背车? 我要出去一下。 我吩咐他。 是。 黑狗一转身, 就要跑出去。 别开那个奔驰, 开那辆广本。 我说。 哦, 好。 黑狗根本不会去想我, 为什么要这么做? 他连疑惑都没有。 我说什么, 他去做就是了。 我简单把衣服换了一下, 小梅也睡也朦胧地起来的。 他裸着身体, 跟着我晃到客厅里, 问我是不是要出去。 我应了一声, 让他乖乖在屋里等我。 这时候, 黑狗冲进来了, 看到小梅裸着站在那里, 还是有些吃惊, 连忙要退出去, 我哈哈一笑。 黑狗, 还害羞啊。 黑狗只好站在门边低着脑袋, 盯着地面说, 诚哥, 车备好了。 走吧。 我呵呵笑了下, 让小梅进去睡觉, 然后和黑狗一起出了门, 我对黑狗开玩笑。 哪一天有需要, 我让小梅陪你。 黑狗马上说, 不敢的, 不敢的。 我说, 有什么不敢, 大哥给你的, 你拿着就是。 说实话, 小梅是我碰到的, 少有的脸蛋漂亮, 身材又好。 而且床上功夫一流, 并且没有那么多新颜的女人。 给黑狗玩一下, 我还真有点舍不得。 不过只要黑狗想要, 我还是会把小梅送给她玩一下。 混黑社会的, 最重要的不是女人, 而是兄弟。 黑狗开着车, 我坐在后座, 从我住的别墅小区里面, 快速地开了出去, 奔驰在没有什么车的南海的大马路上。 我是想去看看我的那个赌场, 那里是我来前最快的地方。 如果出了点事, 还真是麻烦透了。 车转了一个弯, 在飘飘夜总会门口, 停下了。 我看了看, 周围并没有什么人, 只有几个我的马仔, 蹲在不远处, 抽着烟望风。 我和黑狗下了车, 静止就往里面走。 那几个马仔打量了我们一下, 就立即远远地点头哈腰的。 我可能他们不认得, 但是黑狗出现, 只要是混江湖的。 那还哪个不知道, 是我诚哥来了? 刚走进门里没多远, 赌场的主管姚三, 就连滚带爬地跑过来迎接我。 那些马仔通风报信还挺快的, 不错, 姚三的工作做得还比较到位。 姚三舔着脸问, 诚哥怎么有闲心来看我呀? 我也没有理他, 静止往地下室走去。 姚三忙不迭地赶在我前面带路。 一进地下室, 一大屋子的马仔, 齐声声地喊着, 诚哥? 我挥了挥手, 示意他们坐下。 然后姚三带着我穿过两扇铁门, 走进了赌场。 凌晨三点多, 我的赌场还是热闹非凡。 我为了弄这个赌场, 装修都花了快一千万, 是整个福建地区最排场的一个, 里面还有不少老外, 在里面晃来晃去的赌钱。 这些人赌得兴起, 谁都没有注意到我。 姚三也觉得我挺满意, 引着我去贵宾包房。 我一进去, 两个女人就向我贴过来, 我一手搂着一个, 她们软软的身子和胸部, 恨不得钻到我身体里去。 我左右亲了两下, 莉莉就嗲嗲地说, 诚哥这么久都不爱看我, 你好话哦。 青青也一样发着骚, 是啊。 姚三也觉得我挺满意, 引着我去贵宾包房。 我一进去, 两个女人就向我贴过来, 我一手搂着一个, 她们软软的身子和胸部, 恨不得钻到我身体里去。 我左右亲了两下, 莉莉就嗲嗲地说, 诚哥这么久都不爱看我, 你好话哦。 青青也一样发着骚, 是啊, 我们想诚哥想得好辛苦的。 我把他们两个的屁股, 一边抓了一把, 说, 今天我有些事情, 你们不用陪我。 改天我再来专门找你们玩姚三也知道我, 今天可能脾气不对, 对他们两个挥了挥手。 莉莉和青青只好最后在我身上摩擦了一会, 也没有敢说什么, 就退出了房间。 我一屁股坐在沙发上, 把腿翘到茶几上, 姚三不失时机地, 给我递过来一根烟, 并点着火。 我闷闷地说, 姚三, 最近两天, 场子没有什么事情吧? 姚三赶忙坐到我对面, 没有什么事情。 王副局长昨天晚上来小玩了一把, 让他赢了五六万。 我心里骂道, 这孙子, 养婊子养不起了, 就来我这里黑点钱, 改天让他把下田岛的单子给我做了, 看他敢说个不字。 今天谁有多少? 我问道, 到现在, 里里外外如果都打点玩, 大概有三十三万金水。 这么少? 我问道, 诚哥, 最近风声太紧, 客人来得少了点。 姚三委屈地说, 嗯, 得了, 你明天中午之前准备一百万现金, 打到我第三号卡里。 这么急啊, 诚哥, 最近是不是李局长和田书记那边有些问题? 你知道就好, 尽快办。 是, 诚哥, 你这两年, 让这两个魂球弄了不少好处了, 他们如果敢对诚哥不敬, 我看我们干脆, 姚三做了一个砍的手势。 死脑子, 你以为新来的就是省油的灯? 我骂道。 是啊, 是啊, 还是诚哥有远见, 姚三马屁, 追着就拍过来。 我也没有理他, 站起身, 转身就要走。 姚三跟着起来, 诚哥, 好不容易来一趟, 喝杯水解解渴吗? 算了, 我摆摆手。 姚三只好又赶到, 我前面, 给我带路。 在那一群马仔的诚哥, 慢走的呼喊声中, 我离开了飘飘夜总会。 黑狗问我, 诚哥, 在去哪里? 玉门寺, 赶他们的早课。 我说完黑狗, 就启动了汽车, 向玉门寺赶去。